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會再買 你買一些跟我完全不同的股份 很棒 可以參考一下 都會有一個統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好好 是的 關於恆子的統計 請說 因為始終我都是做一個高位主的 是 恆子的統計第一季這樣急升 我發現過往十幾年其實不常發生的 第一季連續這樣急升 只有幾次試過而已 17年試過 15年試過 和12年試過 過往十幾年 三年試過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先說回17年 17年大家知道大牛市 那市很平滑的聲音 沒有什麼陣瘡的 陣瘡都不多的 直至100年看到33,500點的頂 15年其實是大時代 其實第一季已經升了 只不過在4月初 4月前 3月底初一初回去之後 4月就急升做了大時代 但是5月就見了頂 之後不用說了 不斷結了 到12年了 12年第一季又是急升的 之後去到5月的時候 快到了大頓倉 差不多去到1月底 之後的事是過頂的 那每件事有什麼啟示呢 如果用這個統計的話 就是5月份要非常小心 通常第一季急升 5月份就有機會 去到2月底 那樣東西要走出來 哦 所以炒了這個月 大家可以去到5月份就要小心 五窮六絕是不是 有機會走 因為升一大道 透支了4、5個月的升幅 那5月就有機會借細調整 哦 5窮六絕對的 5窮六絕不是整個中的 一走到這個圖案 我不覺得不同 就很準 就很大鑊 我告訴你 是啊 如果他走到這個圖案